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是一个非常好喝的学生 没有得分学的悲惨故事 而这个故事的主角 巧作Teresa 只是我 你看看她的样子 几好喝 没错 有一天 她一遇既往感恩怀 2020年会是缓冶一生的好年 未来半年 上货会好好玩 她收到很好的损失 停货 没错 是停货 虽然停货的前两天 她已经被朋友带坏了痛货 但是对于好喝的Teresa来说 停货 简直是 是晴天霹力的 Teresa非常失望 但是为了安全 她唯有任何接受 就是这样 她每天被困在家 阻挤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但是没办法 为了生存 她根本必没有他选 Teresa的室友Vicky回了台湾 幸好可以上网买东西 和叫卖卖 吉利屋的狗 一只鞋都快 她从来都不觉得孤单 为了保持好合的态度 她每日都很准时搞点起床 她为自己的人生奋斗 她每日的生活就是 煮饭 吃饭 煮饭 吃饭 厕所 看起 睡觉 Teresa慢慢开始自备的状态 她开始慢慢适合人生的意义 究竟人为什么要生存呢 究竟时间和空间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这样下去 我何时才会认识男朋友呢 每一幻想的过程中发现 原来只有马来西亚每个六十秒 到周过了一分钟 她建议可以在这些时间 得出一个感动腰的发现 简直是伟大的突破 说到这里 真是口门 除了时间慢慢过去 Teresa开始怀念学校的课堂 大学生活的乐趣 同学之间的真挚友谊 马来西亚的夜食 相信大家这段时间 没得分学 一定很闷 很疼苦 我也是 大家一定要 互齐心共义 安全地度过这个时间 多谢